小朋友吃飯一天有三餐 如果每一餐他都吃到骯髒 丟到周地都是 那我們怎麼辦呢 小朋友如果他真的吃東西 吃到周地都是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究竟他是能力上做不到 還是他是專門的 當小朋友他真的沒有能力 或者他剛剛建立 這個吃飯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幫他用一些工具 讓他慢慢將吃飯 吃到骯髒的範圍慢慢縮窄 例如我們可以放一些dinner mat 吃到骯髒也不要緊 告訴他有個範圍 當他慢慢成長的時候 我們就幫他的範圍越來越縮窄 並且告訴他 其實掉了飯在這些墊上 是不要緊的 掉了下去就收回來吃 還有這個時間是一個 非常好的時間去告訴他 原來有很多小朋友 是沒有東西吃的 所以我們要珍惜食物 我建議爸爸媽媽 排除萬難 怎樣都好 我們試試一起吃飯 所以我們就要盡力 去讓到吃飯 見這麼好的親子時光 變成一個非常甜蜜的時間 在吃飯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讓到小朋友 設置一些時間 例如我們可以設置30分鐘 有些專家建議 就是原來30分鐘內吃飯的營養量 是最高的 例如我們可以設定時間 讓他知道 計算時間 還有10分鐘 我們又提提他 只剩10分鐘 不要想著小朋友不知道時間觀念 其實一天不知道 兩天不知道 三天不知道 十天 二十天 三十天後 都必須會知道 例如我們可以問他 寶寶你可不可以在30分鐘內 吃完這個飯 或者我們吃完魚 媽媽見到今天Manna 吃飯很努力 很努力想在30分鐘內 完成吃飯 媽媽真的很欣賞你 讓他知道 原來他的努力 是有人看到的 還知道他最後可能 真的吃不完 都不要緊 千萬不要因為他吃 剩幾口而去罵他 就會破壞之前大家的努力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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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